在复合天使的挑剔现场 陆华文把比他大16岁的妻子 描述成一个家庭的独裁者 而在妻子的口中 陆华文俨然成了一个 不知好歹 不懂感恩的小丈夫 那么这对老妻少姑 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现在我们有请张女士上场 有请 你好 大家好 张女士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来的目的呢 就是想知道知道 我的丈夫陆华文 他为什么一走好几天 没有音信不回来 说夫妻吵架是正常事 他说出走就出走了 究竟干什么去了这几天 这是其一 其二 关于教育问题 孩子的事 我不想让他插手 你就别插手 你第一没有那个本事 第二没有那个文化 所以说呢 你就该干啥干啥 老老实待着你就得了 平常我不管呢 孩子是俩人的 都不能说他让你一个人管 你管的也不对 他是啊 干啥 啥不行 吃啥 啥包了 那张女士 他如果是这样的人 您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 过十几年呢 你看他这么不容易 因为是 这两口子 结合到一起也不容易 宁管是我比他大十几岁也好 毕竟呢 走到一起了也正比结婚 而且呢 我们还有一个小女孩 我觉得就是说 一个稳定的家庭就可以了 我也不追求什么浪漫 也不追求什么时髦 也不追求什么财富 也不追求什么长相 也不追求他各方面的条件 我都 那您追求的是什么 我不管你追求不追求 反正现在就说 孩子你不让我管 就是离婚了 我也要管的 你硬了是吧 对啊 我追求的就是 我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实实在在 老了实实 和我同甘共苦的一个丈夫 反正就说 你要是不让我管孩子 就不行 你没有那个能耐 你凭什么管 我凭什么我不管呢 你说他吧 我从能随 我找他的时候 我跟他结合的时候 瘦溜溜的那么一条 那说实在是 让你看着都有点吓得我 三根筋挑着一个头 完了呢 那小腰瘦的哈 就那么细 就真跟那个啤酒瓶似的 等他跟我接了婚以后 等我接了婚以后 我看他身体那么不好 我就带他 吃这个吃那个 真是该吃的 你带我吃啥了 该吃的都吃到了 你说我容易吗 你瞎说啥瞎说 什么叫瞎说 是不是那么快 行了 你就从来给我拔又吧 你就拔又吧 该你掏的心你掏 不该你掏的心 你说你瞎掏啥 这样掏的没有 我跟你说 别的事 啥的事都行 我都让着你 就是这个 你不让我管 这个女儿的教育 就不行 好 两位 小小气 小小气 这个 咱们今天来解决问题 张女士 刚才其实在您上讲之前 您丈夫就说 她说我媳妇 什么都好 就是特别强势 结果您一上场 我们大家觉得 您这的确是有点强势 您觉得呢 既然你承认我强势了 你就让我强势知道 强势的道理 因为啥 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的饭都多 我喝过的酒 比你喝过的水 我不管你吃啥喝啥 我过的桥皮 你走的路都多 你就怕你喝 你说你不听我的 我不管你喝啥吃啥 完了 她现在翅膀硬了 完了现在跟我开始 对着干了 说走好几天 啥就对着干了 啥就对干了 你说你有本事 你出去使劲 你别给我窝里 孩子必须我得管的 你说你懂啥 你管孩子 我平时不能管的 你懂得天文 你懂得地理 你懂得什么历史 你懂得啥 你啥都不懂 历史我不懂 天文我也不懂 但是我就是懂 我管我 我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古今中外 我全你 你还没说 你这前之古 人家后之五百百的 就你这样 还能管 我跟别人比我出干 但我跟你比 我是绰绰有余 好我跟你说 好 到此为止 我们不是来比这个的